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护肤汽车的兵行机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78集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 铁工厂推出的 下星合体成员当中的 右腿野牛 那我们上一期的话 给大家分享独角兽的时候 大家对于它的合体 可以说感到非常的惊讶 那这一期的话 我刚才把惊喜 放在这一期面好了 那这个是作为它的 另外一条腿 合体的方式 可以说是完全的一样 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的一个 这个合体之后的脚的一个造型 可动啊 脚后跟什么造型 大概也都有了 合体的话呢 是非常的简单的 直接从这个地方 给拔开来 可不可以看到 这个里头啊 就组合位点 只有两处啊 分别是这里跟这里 这两个凸跟凹 跟这个玩具 做一个结合 这个履带呢 只要我把它给翻折过来 这边有一个凸跟凹的 一个结合 把它给扣进去 再把它的这个火炮的话呢 给安装上 两侧一样 再把这个塔台 给 是塔台吗 放上去啊 这样一来的话呢 它的坦克形象呢 就完成了啊 OK 作为一个坦克的话呢 炮台的话呢 上下啊 可以动 是坦克 没错吧 我觉得比较像 高射炮的感觉啊 那可以看到 它这个炮的话呢 涂装银漆 这个质感还算可以啊 履带的话呢 下方呢 就没有坐轮子的啊 放在桌上的话呢 就可以自由的平放 当然没有轮子 就不能够推车了啊 然后它的后方 给各位看一下 后面有两个银漆的 简直不过有点小益漆啊 但是铁工厂的这个 这个这个细部的涂装的话呢 就就就就 就这个样子了啊 你看这一代银漆 那其他的话呢 就没有特别好多说的啊 那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 坦克形态的玩具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 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 变形的话呢 刚刚有给各位示范过了 从这个地方可以打开 往上挑上去 这里一样往两侧打开 这里 手扣这里上下打开 上下给打开 两腿的话呢 做个简单的分开 分开之后啊 这个解锁开来了啊 再把它给拉伸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呢 要进行一个 这个部件的翻转啊 这个地方 做一个整个的一个翻转 翻转出去之后啊 然后这个铝带要翻出来的时候呢 这里是有一个突跟凹的结合的啊 我的建议是啊 从这个地方施力啊 朝这个方向扭 朝这个方向 朝这个方向这样扭过去啊 把它从侧边这里滑出来啊 这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变法啊 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个部件呢 做一个上下的翻转 翻转之后的话呢 往这边折一下 再把这个部件呢 往内推进来 到这边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部件呢 再透过这个双动关节 把它给推到这里啊 它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脚后跟了啊 然后脚掌翻出来 这个部件的话呢 它是往下推一点点 把这里的空间腾出来之后 再把它这个斜肩的话呢 给翻出来啊 不过这里的话呢 就是这个倒角的话呢 是比较锐利一点点 好的 那这个腿的部分呢 也就完成了 上半身就很简单了啊 上半身就是直接的 把这个部件 往两侧给打开 那我们先把头给翻出来啊 头给翻出来 从这个地方 我的话呢 就利用一点工具吧 可能会比较好 把它给扣出来 肩膀的话呢 就拉住这个地方 往这里推过来 后面这个部件呢 把它给反折 回去 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里先反折回来 压上去 最后就是把拳头给翻出来 头上这个板子的话呢 并没有做多余的处理哦 就这样子水平板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两个炮台的话呢 往上转上去啊 再稍微调整一下 他的人物的站立pose 那这一款野牛的一个变形过程呢 也就打工告成了啊 变形过程的话啊 可以说是比较简单啊 也是比较直觉的啊 就是唯一在变形的时候呢 我给各位建议就是这个地方啊 翻折的时候 这里稍微留意一下 它虽然是一个双动关节啊 但是我感觉吧 如果你施力不当 还是有可能会去把它给弄损坏的 那么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 这一次有一点 让我觉得有点小恼火 是它的这个二头肌的转动啊 会被这个肩胛所影响到 这个就有点让我意料之外 你就特定角度呢 才能够把它做一个翻转啊 那这个其他的话呢 就是影响干涉比较大 这个肩胛的造型呢 限制它挺多的 包括跟后面的炮呢 也都会形成一些干涉 虽然说它都做出了能够动的关节 但实际上限制还是不少啊 脚的话呢 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其他的话呢 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些配件啊 首先这些配件啊 这个是合体之后的大型武器 我就不多提了啊 那武器的话呢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手型的替换 我们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给拔掉 各位可以看到啊 上面有一层油油的 我对于这种替换手的话呢 我个人还是习惯吧 给它上一些细油 鬼油之类 因为它 因为这个如果你要多替换的话 我竟然是把它换上去 那它可以有一个这个武器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武器的造型 这个武器的造型呢 跟它的胸甲的造型 其实有点像的 对 它就是一个胸甲战士吧 是吧 就是把它的一个胸甲的这个部分呢 拿下来可以变成武器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所以说 正常来说 如果你手上有武器的时候呢 胸甲应该是要一个空的状态啊 那胸甲是空的状态的话呢 它有附带了一个野牛 这个野牛的话呢 是一个三变的造型 怎么说过三变呢 就是它可以从一个野牛的状态下 变形成这个枪 还有这个胸甲 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变成枪的样子呢 就是直接把它推一推 然后也这样推下来 那里头的这个这个凸啊 把它给翻出来 这个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枪的一个造型 可以握在手上 跟这个应该也是会 好吧 有点有点不太像 那如果变成胸甲的话呢 就是把它的这个这个部件 整个都收起来 这样 OK 这样子把它给扣上去 就变成那个胸甲的一个状态 那胸甲的时候呢 这个武器我们就尊重一下啊 我们就把它给拿下来 当然我个人觉得吧啊 这个家伙你还是以野牛的形态呢 来做一个陪衬可能最好 我们换上它原本默认的这个胸甲 这可能是它最帅的一个样子吧 好的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分享铁工厂推出的 煞星成员的第二个产品啊 右腿的野牛 那谢谢各位这集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